在娘家住了一个月,期间每一次宝宝需要打疫苗针的时候,是父亲抱着宝宝和我一起去医院,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父亲双手托着宝宝在前面快步走,我在后面紧跟着的情形,父亲在我心里是非常有力的支撑。 在宝宝长到66天的时候,老公过来接我回家,父母分别提着给宝宝买的婴儿用品和我最爱吃的水果,交给老公后,又不放心地送到小区门口,直到我们打车离开。 回到家后,老公接到公司电话需要加班,他将父母给的东西放到茶几上和婆婆知会一生就离开了。 婆婆从房间走了出来,看到茶几上满满的东西,紧接着就开始训斥我不该将吃的东西与日用的放在一个袋子里。 我抱着孩子,第一次与他辩解,说那些纸尿裤等都是全新没拆包装的,加上东西太多,实在疼不出手拿着。 婆婆一看我居然敢辩解,顿时恼怒不已,指着我开始数落起来,将平日里我早已忘记的家务琐事都罗列出来,小到给孩子洗完衣服后不用力凝干,导致阳台的地上有一片水,大到给他买的服装都太难看。 他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没好意思说,早就送给农村乡下的亲戚了。 听到这些话,我忍无可忍,看着怀里已经熟睡的宝宝,我转身进入卧室将宝宝放到小床上,为他隔好小被子,然后走出来。 婆婆坐在沙发上于怒未消,让我将袋子里的东西马上全部归置到位。 我没有动,看着他,一分钟,也就是一分钟后,我的火爆脾气如休眠火山喷发一般,将这几年的委屈倒了个干净,领了又和他摊牌,念及他是我的婆婆,我让着他。 但他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否则老公不在的时候,就是他受难的时候。 婆婆瞬间呆住了,他像看待一个陌生人一般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接着沉默地走回了卧室,打开电视。 我整理着茶几上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又放好。 整个下午,除了宝宝偶尔哭几声,就是婆婆房间内电视的声音。 老公下班回来后,一如往常地对我微笑着,又逗了逗孩子。 他的笑容还是那样纯净,但这种纯净也是最后一次了。 他问我和婆婆想吃什么,他给做。 婆婆反常的什么也没有说,老公着急了。 眼盲过去询问婆婆哪里不舒服,婆婆冷冷地回复,没事。 孝顺的老公顿时慌了神,他拉着我来到卧室,关上门后,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相告。 老公不相信地看着我,满眼都是质疑,我解释说,我不能继续忍气吞声了, 因为我的身体一旦出了问题,会直接影响儿子的健康。 他气愤极了,说婆婆一下午忍着没有给他打电话诉说这件事, 一定是不希望我们夫妻间因为他而闹矛盾。 在老公心目中,婆婆俨然一副受孽隐忍的高尚模样, 我反倒成了牙字必爆的小人。 每次老公发现,婆婆情绪反常的时候,总是会来到婆婆的卧室,拿出肩部按摩器, 亲自给婆婆肩部推压按摩,说一些婆婆喜欢听的话。 这次也不例外,他一边推压,一边关心地问婆婆的肩膀还疼不疼, 婆婆笑得开心极了,似乎根本没有疼痛一说。 看到婆婆有了笑脸,老公才长舒一口气,仿佛得到特赦一般。 看到婆婆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我没有将宝宝托付给婆婆带, 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孩子长到八个多月,到了会爬的时候,我有时会让他在地毯上玩。 但小家伙坐一会就爬了起来,我知道小宝宝天生就好奇, 喜欢探索,就由着他满地爬。 正在看电视的婆婆看到孩子在地上,弄脏了裤子,立刻走出来, 罩着孩子的小屁股就是两巴掌,直接说以后不准地上爬, 孩子莫名其妙地挨打,立刻大哭。 我忙过去抱起他,说孩子爬行是正常阶段, 但婆婆却称怪我太宠孩子,以后孩子会无法无天, 眼看着和他没有道理可讲,我不再争辩。 为了避免让孩子再挨打,我便尽量让孩子在床上爬, 同时也会每天给孩子讲安全常识。 心想,只要孩子心理健康比什么都好, 不在地上爬就不会挨打,就不会心理扭曲。 孩子在十一个月的时候开始学习站立, 一岁两个月的时候开始蹒跚学步, 看着小家伙一天天长大, 我绝对一切委屈都值了, 但一件意外的事情,让我差点患上抑郁症。 一个中午,婆婆正在睡午觉, 孩子突然哭了起来, 我担心吵醒婆婆,急忙将她抱起来, 开始为她吃奶。 这时,婆婆皮笑肉不笑地推门走了进来, 看来是被孩子吵醒了, 她站在床边看了看孩子, 然后一把将我的钱筋抓住, 将我从床上拉到地上, 我一个没站稳, 直接靠在柜门上才没有摔倒, 孩子吓得大哭起来, 我惊慌失措地问她怎么了, 她答非所问地说我的喂奶姿势不对, 所以孩子吃不饱才哭, 说着, 她拨弄着孩子的小脸, 又将我的内衣撩起, 我猜不到她想要做什么, 严盲躲到一边, 尽管气得心速加快, 但我再三劝自己要忍耐忍耐, 在喂奶时, 不要把负面情绪带给孩子, 我不想宝宝受到, 哪怕一丝伤害。 我看着婆婆, 认真的说着知道了, 其实, 我当时想打人的冲动都有。 婆婆的举动对我是一种侮辱, 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 我越想越伤心, 越想越想不开, 看着墙堡中的孩子, 时不时冒出活着无趣的想法, 看着熟睡的孩子, 我站在窗边, 几次都有跳下去的念头。 但又转念一想, 孩子现在这么小, 没有妈妈太可怜了, 并且这样做岂不是便宜了婆婆她, 可以再换一个儿媳。 而婆婆也总是担心, 我带孩子带傻了, 时不时刺激我一句, 儿子是名气, 女儿才是福气。 孩子一岁半的时候, 正值炎热的夏季, 那一天是婆婆的生日。 老公出去采购, 婆婆在楼下和邻居们打牌, 婆婆迎牌后爽朗的笑声, 直接传入四层的房间。 突然, 婆婆屋内的座机响了, 我本能地接了起来, 里面传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我问她找谁, 她没有回答, 直接挂掉了, 我没有多想, 认为是谁打错了。 没过多久, 老公就买了生日蛋糕和各种蔬菜, 肉食回来了, 她刚把东西放下, 电话就又响了起来。 老公看到我抱着孩子, 就主动去接电话。 我听得出来, 还是刚才那女人打来的, 两人似乎在谈早上打球的事情。 我这才想起来, 老公已经有一个多月, 都是每天清晨六点起床, 那时正是我最困的时候, 因此并未在意她什么时候走的。 在老公和那女人的电话中, 我知道原来每天早晨六点半, 老公就早早离家是为了和她打球。 等她挂掉电话后, 我问她和这个女人是如何认识的。 她说, 她就是我们领证那天遇到的李云。 我责怪她为何一直没有和我说, 我还以为她很早出去是为了上班。 她却解释说, 她的父亲年纪轻轻, 因为肺癌去世, 她担心会遗传给自己, 所以要提高免疫力。 这个解释无懈可击。 但女人的第六感觉告诉我, 她俩这些日子在一起, 绝对不只是打球那么简单。 第二天, 我考虑再三, 决定回娘家住一段时间, 我的理由是, 婆婆和我照顾宝宝这么久,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母亲自然通情打理, 便同意我和孩子回去了。 我和母亲说, 老公每天很早出去, 和她的初中女同桌打球, 其中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母亲却劝我要宽容, 并且建议我找份工作, 把心思转移一下, 不能再做全职太太了。 父母是我的精神依靠, 听取母亲的意见, 我联系了一位高中同学, 她开办了一所培训学校, 教授中学基础课程, 我担任代课老师, 只是离家比较远, 因此父亲特意为我买了一辆电动车。 那个时期, 我换了乳腺炎, 每天需要去诊所书页, 不得已让宝宝断了奶, 我不在家的日子。 宝宝经常哭得撕心裂肺, 嘴里不停地喊着妈妈, 母亲谈及那几天帮助带宝宝的往事, 也不由得皱眉。 不过母亲的经验多, 她给宝宝买来了牛奶, 没想到宝宝尝第一口的时候, 还有些抗拒。 第二口就咕咚咕咚喝上了, 也许是太饿了, 小家伙一口气喝了240多毫升。 宝宝断奶之后, 我的乳腺炎也治好了, 我开始安心工作, 只是在每个双休日回自己的家, 和老公婆婆团聚。 还是那句话距离产生梅, 自从我有了工作以后, 姐姐一家来了也便得客气许多, 姐夫也不在目中无人地躺在沙发上吸烟, 而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了。 唯一不变的是小梅, 整个就是拆家的气势。 沙发扶手经过她长时间的跳鞍马, 终于断了, 沙发坐垫的弹簧也高高低低, 破败不堪, 眼看着到了需要换新的程度。 这时候, 婆婆住的平房那边传来消息要拆签了。 老公的姐姐一听, 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当时还不明白, 她怎么就那么高兴呢, 莫不是她要回签? 后来老公解释, 说婆婆那两间平房, 户主有两个, 一个是婆婆, 另一个是姐姐。 这个时候, 我更加懂得姐姐的聪明与贪婪她, 不为没有房子的弟弟着想, 已经嫁了出去, 并且拥有多处房产, 却还想着回签得到一套房子。 难怪姐姐高兴得像个神经病似的。 然而老公却眼神坚定, 信心十足地告诉我。 婆婆将来走了, 她的那一套房子自然会留给她这个儿子, 不然又能给谁呢? 看到老公如此相信婆婆, 我的冤情无处申诉, 可周我就是出钱, 却不留证据的主。 因为买房子时, 老公瞒着我说是给我们买的, 于是我和老公各自拿出自己的积蓄, 我们一直试制, 钱不够, 我们又向她的姐姐借了三万元。 两年后, 我们终于能够住上回签后的新房, 婆婆自己住一套一居室, 我和老公孩子住一套两居室, 我们的房子在同一个小区, 并且位于小区大门的东西两侧, 窗子对窗子。 老公解释, 之所以选最边上的户型, 目的就是可以方便看到婆婆, 方便婆婆有个照影。 到这里, 所有亲戚都认为, 我们一家三口, 终于也可以同其他普通的三口之家一样, 竟想天伦之乐,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殊不知, 我们搬入新居后, 老公却和我的父亲断交了。 原因是, 需要付剩下的尾款时, 父亲答应给我们两万, 但我没有要。 原因是我无意间发现, 购房合同上竟然写着姐姐的名字, 父亲要求老公和姐姐解释一下, 毕竟是我们买的, 应当过户给我们。 但老公认为, 父亲这是在破坏他和姐姐的感情, 不仅不同意, 和父亲的关系也因此搞僵。 父亲也为这件事情, 气得住了怨, 他总说, 一辈子能买多少房子, 好不容易买了一套, 还不是自己的, 埋怨我办了一件傻事。 我却没有想那么多, 房子是用来住的, 只要我和儿子有房子住就好了。 婆婆对于我的退让并不领情, 回到她熟悉的小区, 逢人便说, 媳妇不会来世, 总惹她不高兴。 我也从不和邻居说家里的事情, 我只想让孩子的心里充满阳光, 每天快乐地长大。 虽然住到了新房子, 我却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家, 我的家其实和旅馆差不多, 尽管也有厨房, 一年却没做过几顿饭, 因为每到做饭时间, 我们就会拎着菜去婆婆家做饭, 饭后规制好碗筷, 陪婆婆看电视, 直到她说要休息了, 才能回到自己家。 我和老公提出几次在自己家做饭, 接婆婆过来吃, 但老公和婆婆反应过后, 就石沉大海了, 显然婆婆是不同意的。 无奈之下, 我们只得重新过回到四口之家的生活。 在压抑的状态下, 我和老公的感情也在经受着考验, 她一如既往地早早起床和李云打球, 偶尔晚上不回家, 理由是加班。 一次晚上, 趁儿子睡熟, 我整理柜子, 发现已经很久不用的安全套似乎少了, 包装盒外面还有散落的几个, 我明白老公所谓的加班是做什么, 眼泪总是不听话的一出来, 我要去揭穿它吗? 我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不不可以, 那样一来, 我们连表面的和睦也保不住了。 爱情对我来说, 显然已经不复存在, 但好在还有可爱的儿子, 看着小家伙甜甜的样子。 无论如何, 我不能让儿子受到伤害, 这也是我还能快乐活着的动力。 对于老公的出轨, 我争一眼闭一眼, 但显然我对她的态度也不再如前, 而是冷淡许多。 我也不愿再委屈求全地去婆婆家做饭, 陪她一养天年, 我做不到。 我带着儿子经常回娘家, 老公感受到我一反常态的表现, 质问我为什么, 我明白, 她不能忍受的不是我对她的冷淡, 而是对婆婆的不管不顾。 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你做什么我不管, 不要让儿子受到伤害就行。 她是聪明人, 一点就明白, 她于是不再问我。 无幸婚姻过了十年, 期间, 我又跳槽到一家合资企业, 干我的老本行, 渐渐地, 我的手头又有了积蓄, 于是考取驾照后, 买了一辆普通轿车, 老公说她不喜欢学开车, 也不愿坐我的飞豪车, 我对于她的喜好, 已经不再放在心上, 只要我们表面上, 还是一家人就足够了。 婆婆对于我不再登门看望她, 耿耿于怀, 一个夏日的周末, 姐姐第一次来到我家, 她是前来劝我去给婆婆道歉的, 我和她说了老公出轨的事情, 但她却说, 我和老公之间的事情, 不该牵连婆婆, 因为婆婆没有做错什么, 并且还帮着我们带孩子。 我感觉姐姐的口才, 真的是不当领导都屈才。 在她一再劝说下, 我和儿子拿着一箱饮料, 去了婆婆家, 顺带还给她拿了一套, 之前早就买好的真丝衣服。 婆婆坐在沙发上, 一脸阴沉, 场面十分尴尬, 我忍不住想转身走, 但姐姐站在门口, 朝我拾眼色, 无奈, 我只好走到婆婆面前, 亲切地叫着她妈妈, 并将衣服递给她, 可她连看也不看, 直接将衣服扔到了茶几旁的地上。 姐姐这时候过来打圆场, 让儿子给奶奶拿一瓶奶奶最爱喝的饮料。 儿子已经是八年级的中学生了, 她眼见着奶奶对妈妈冷眼, 于是去了厨房。 姐姐拿出给婆婆买的保健品, 还在哄着婆婆开心, 这时的婆婆才终于说了句, 真是个木匠。 我愣了吓神, 这木匠是说我吗? 婆婆的寓意总是太深, 我始终不明白, 木匠又只带什么, 反正不是什么好话。 不一会, 儿子拿着一瓶冰红茶走了过来, 笑眯眯地递给婆婆, 婆婆直夸, 还是孙子懂事。 婆婆拧开瓶盖, 咕咚咕咚就是几口, 但只见她眉头紧皱, 突然指着儿子, 问给她喝的是什么, 又酸又涩。 儿子回答是她的尿, 说完, 大笑着打开门就跑了, 婆婆气得直翻白眼, 忽而又是哭又是笑起来。 我不明白, 婆婆为何会这样疯癫状, 我吓得连忙说我回去教育儿子, 然后把腿也逃离了婆婆家, 姐姐在后面说什么, 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只想着快点回家, 免得又要癌训。 晚上, 等老公先去了婆婆家后, 我和儿子才去, 儿子进门后, 起初还有些忐忑不安, 发现婆婆却并未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才放心地换鞋, 走进客厅。 婆婆的平心静气, 出乎我的意料, 想着他中午疯癫的样子, 又觉得婆婆其实也挺可怜我那要命的同情心又来了。 对于我和儿子重新回到婆婆家, 老公自是非常开心, 但婆婆却对老公一顿教训, 无非是说他不顾家不像个一家之主之类的话, 我听着无趣, 独自在厨房做饭, 儿子则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对婆婆训斥他的父亲充耳不闻。 回家后, 我问儿子, 对奶奶每天训斥父亲怎么看, 儿子的回答让我很吃惊, 他竟然怪我太敏感。 奶奶不骂人, 就不是奶奶, 他早就习惯了。 我又试探着问儿子, 如果我和他的爸爸离婚, 他会怎样? 儿子的一句, 我就跳楼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没想到离婚会对儿子的心理伤害这样大。 想一想, 既然不能离婚, 为了儿子, 那就继续同床一梦地走下去。 随着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多, 我不得不经常加班, 有时干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去, 儿子通常还在写作业, 老公却从来不对我嘘寒问暖, 夫妻间冷冰冰地已然成为默契, 因为他不认为我需要加班。 儿是为了躲避婆婆, 其实不见婆婆是加班的结果, 当然我喜欢这样的结果。 这样一来, 一周时间我大约只有两个晚上 去婆婆家帮忙做家务, 大大减少了婆媳间的矛盾。 而这样的冷战一直持续到我出世的那天, 儿子当时正在上初中三年级。 那天是星期一, 我起晚了, 发现儿子已经吃过早点, 自己去了学校。 我朝窗外一看, 发现昨晚居然下了一夜的雪, 地上的积雪足有半尺后, 我担心路滑不好走, 决定开车去上班。 来到楼下, 站在雪地上。 我右手用担子刷着车窗上的雪, 左手拿着擦车布, 突然脚下一滑, 我便摔倒了, 只感到左手腕似乎崴了一下, 有些痛, 我没太在意, 站起身, 准备再刷, 但左手腕越来越痛, 连擦车布也拿不住了。 我将手中工具扔到墙根, 急忙朝小区外走, 越走手腕越痛, 几分钟之后, 我的小手臂便便行了。 我急忙给老公打电话, 告诉他我摔了一跤, 手腕好像骨折了, 但他的回答让我失望至极, 他正在岗位上, 很忙。 听到他的回答后, 我挂掉了电话, 浑身疼得不停颤抖。 手机拿不住, 只好放进上衣口袋里, 索性, 小区门口餐馆的老板娘, 看到帮我打了电话120。 十几分钟后, 救护车就来了, 医护人员用担架将我抬到救护车上, 送到了医院, 当时我的左手手腕上还带着浴镯, 手腕需要拍透时光, 两名护士一个按着我的手臂, 一个为我的手腕涂了一些香皂液, 用力摘了下来, 当时我便痛得晕了过去。 检查完, 医生告诉我是左臂饶骨两处粉碎性骨折, 需要手术, 押金一万元, 但我出来的匆忙, 身上并未带钱。 医院便为我简单绑了石膏后, 就让我给家人打电话, 我第一个想到给老公打电话, 让他带钱过来, 但他的说法是没钱。 我当时自杀的念头一再闪现, 但想到孩子, 我又犹豫不决, 后来给亲戚打电话询问, 是否有技术好一些的接骨医院, 亲戚为我推荐了当地最好的一家私立正骨医院, 我毫不犹豫地打车去了那里。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 恰逢院长在, 他亲自为我接了骨。 不得已, 我在家休息了三个月, 这期间, 母亲每天过来, 照顾我儿婆婆和姐姐, 一次也没有来过。 我想, 婆婆一定在幸灾乐祸, 因为我躺在床上时, 总是听到他在楼下打牌时, 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想起一句, 诗歌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 卑鄙是卑鄙者的穆志明, 我不怨天尤人, 也不与婆婆索取, 为了孩子, 也为了父母, 我再次振作起来, 三个月后, 我基本康复, 于是重新回到公司, 当时公司业绩很好, 我的每月工资, 已经比老公高出不少, 我想, 我要做打不死的小强, 我要开心地活着。 经过这件事情, 我算是对老公, 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应了那句老话, 夫妻本事同林鸟。 大难来临各自飞, 而我们还没有遇到什么大难, 就已经各自飞了。 如果不是儿子反对我们离婚, 估计我们应该很早就离了, 如今不得不维持着 名存实亡的婚姻, 只为让儿子有个完整的家。 我和老公一如既往, 不过是从夫妻处成了朋友, 每天见面十分客气, 从不争吵, 只是, 我不再去婆婆家帮助做家务。 一个清早, 天还没有完全亮, 我准备开车去上班, 刚将车掉过头, 准备开出小区, 就发现车前站着一个人, 在车灯的照射下, 我看到那个人, 居然是婆婆。 他穿着深红色的羽绒服,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不明白他想做什么, 只得摇下车窗, 轻轻唤了一声妈, 他还是不动, 无奈我只得下车。 走过去问他是否有什么事情, 他突然说他并没有得罪我。 我笑了笑, 不置可否, 我和他不知说什么, 反正我的思想, 和他永远不会在一个频道上。 我知道, 他希望我和从前一样, 每天去他的家里给他做饭, 陪他看电视, 但我一直, 无法说服自己, 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他, 因为他也从没, 未将我当作他的女儿。 正如母亲说的那样, 猪肉贴不到羊身上。 的确, 我和婆婆永远走不到一起, 我也不恨他, 我感觉我们就是两个陌生人, 不得不绑在一个屋檐下。 他对于我对他的叛逆, 无法接受。 为了避免, 他天天堵到我的车前, 我只得让步, 同意去他家里看望他。 那是一个晴朗的周末, 老公一如既往地, 早早出去打球锻炼身体。 我去超市买完菜, 拎着来到婆婆家, 准备做饭。 我用钥匙打开门后, 叫了声妈, 但没有人答应, 电视声音开得很大。 正在演相声小品, 我估计他没有听见我说话, 对于他的选择性耳聋, 我以习以为常。 我将菜放到厨房后, 来到客厅, 只见婆婆坐在沙发上面 无表情地看着相声节目。 我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以往他看相声总是笑得前仰后合, 十分夸张, 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凑上前, 亲切地叫着妈, 他还是一动不动的, 我只得那只性子凑到他跟前, 仔细一看, 我吓了一跳, 只见他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眨不眨, 嘴巴也张着, 颜色好像覆盖着一层灰一般, 蜡黄而又暗沉。 莫不是。 我急忙将手凑到他的鼻子下扁, 他似乎没有呼吸了, 我不敢再看他害人的样子, 慌里慌张跑到窗边, 急忙拨打120, 接着又给老公打去电话, 告诉他我刚刚看到的情形。 老公一听, 电话里就发出了哽咽的声音, 告诉我, 马上回来。 不一会儿, 救护车和殡仪馆的车就呼啸而来, 那声音当时格外刺耳。 经过检查, 医护人员告诉我, 不用抢救了, 婆婆的瞳孔已经散了, 心跳和呼吸全部停止, 人已经走了至少两个小时了。 老公这时也打车赶了回来。 得知婆婆刚刚去世的消息, 她泪流满面地扑到婆婆膝前, 跪在地上, 她尽力想将婆婆的眼睛和嘴巴合上, 却怎么也做不到, 只得痛哭流涕地恳求工作人员帮忙。 那时我看到她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 突然觉得她很可怜。 她问我是否发现婆婆的遗嘱, 我摇了摇头, 对于婆婆的突然离世, 我没有心理准备, 尽管平时不想见到她, 但当她真正孤单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却莫名地伤心。 救护车直接开走了,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婆婆的尸体 装进黄色的裹尸袋, 抬上了车。 婆婆的去世, 对于老公和她姐姐一家虽然痛苦, 但他们想到婆婆没有经过长期病痛折磨, 也算是一种修行, 因此并未太过悲伤。 一周以后, 生活便基本回归了平静。 接下来,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婆婆名下房产由谁继承的问题。 姐姐的态度是, 将婆婆居住的一居室留给我们住, 我和老公买的那套写着她名字的两居室给她, 她再给我们补偿三万, 也就是说不用还之前的欠款了。 我难以接受, 特别是想到婆婆去世时可怕的样子, 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那个房子我无论如何也不敢进去住, 于是和姐姐商量, 暂时还住在她的房子里, 带婆婆的房子卖掉再搬迁。 姐姐同意我们再住一年,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婆婆去世后, 老公没有再去和李云打球, 我看得出来, 她应该很后悔那个周末没有陪婆婆在一起, 为她送终。 不过她对我的态度却渐渐发生了改变, 儿子中考完, 我们一家终于第一次去北京旅游了七天, 我们去水利方游泳, 去欢乐谷玩激流永进, 那几天也是儿子出生后最开心的日子。 她冷不定告诉我, 这是她觉得最幸福的日子。